在台中这一名天生没有左手的单亲爸爸这位王先生 他原本是夜市的流动摊贩 但是生意不好 一年半前报考环保局清洁队的契约工 单手扛着25公斤重的沙包来回跑了50公尺 好不容易才获得工作机会 虽然比别人是少了一只手 但是工作起来却特别的认真 这王先生在去年就拆了7万多张的小广告 勇夺对上冠军 拿着长杆丝电线杆上的违规小广告 只见广告纸一掉下来 没了左手的王敬红 只能靠臂膀的力量用身体夹住 觉得很不容易 55岁的王敬红 每天就这样单手骑了机车 沿路撕小广告 每天至少撕了800多张 但是要是遇到了贴广告的业者 还会被对方恶言相向 你平常很难 我说我们是环保局的 我们是善意的跟他说 一定不会很想起 要到我冲突 王敬红原本是夜市流动摊贩 但是景气太差了赚不到钱 一年半前决定报考 环保局清洁队的临时契约工 当时还单手扛着25公斤的沙包 来回跑了50公尺 我也不会挽贪 我也是一支手 我也是跟两支手 我也是照做 他们怎么做 我也是怎么做 这种工作是自己的事业 做得轻松 拆得比较 心情比较好 就是这种当成自己事业的动力 王敬红虽然比别人少一只手 只剩单臂 他一年还能撕7万多张的小广告 成为全队冠军 中间新闻江志南台中采访报道 王敬红虽然比较好